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国产航母右抱新罩 疑似安装华越甲板 美俄战略对抗升级 新冷战局势已经开启 东南军情邀您纵览全球军情动态 首先来看第一条 这几条有关中国的消息 近日 南海舰队989长白山舰搭载了266名陆战队员 部分装备以及两架舰载直升机从湛江军港起航 赴泰国参加蓝色突击2016中泰海军陆战队联合演练 这所见 之前 中泰两国曾经分别派出了空军的主力战机 进行了长达数周的对抗演练 事后 泰方的飞行员对中国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是赞不绝口 这次蓝色突击2016与之前空军演习最大的不同就是 这次演练将会以海军陆战队人道主义救援为主要课题进行 旨在促进中泰两国海军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 提高两国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好 来看下一条 这是一条日本媒体爆出来的消息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在本月27号访问广岛 将成为战后访问这座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城市的首位 美国总统 而这次访问奥巴马是否会和核爆受害者见面 对受关注 在美国国内投放原子弹更快地结束了战争 这种观点是根深蒂固的 如果奥巴马这次会见核爆受害者 可能会被解读为谢罪 有不少美国的民众和团体对奥巴马的广岛执行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一旦总统站在了广岛那片充满了历史悲情的土地之上 他不可能不对这座曾经被美国核武器摧毁的城市不知一辞 一句话不说是不太可能的 尽管美国方面是说奥巴马绝对不会道歉 但是就算不是道歉是哀悼 也都有很大的被进一步解读的空间 反正奥巴马的这次广岛执行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看点颇多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这是一条有关泰国的消息 据泰国世界日报报道 泰国陆军已经与中方签署了合约采购28辆VT4坦克 预计明年交货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泰国将成为VT4坦克的首个海外用户 泰国的一位军贸专家表示 中国的坦克完全具备战胜美德同类产品的超高性价比 就是这辆VT4 它有非常高性能的柴油发动机 有非常先进的复合反应装甲 有强大的火力 高度自动化的火控系统 这些都是吸引潜在买家的卖点 我们据报道 VT4的价格一辆不到600万美元 而市面上的豹2A7坦克 它的报价高达近2000万美元 就差不多是VT4的三倍还要多 那么除此之外 中泰双方在防务领域较高的户信 以及泰国近年来购买的中国武器 在使用过程当中非常好的客户体验 可能也是吸引泰国军方关注中国坦克的原因 你看下一条 这是一条有关国内的消息 今日针对美国国防部发表2016年度 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 继续渲染中国军事威胁 中国军力不透明 对中国国防政策东海和南海合法行动肆意歪曲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当天发表谈话指出 美方年复一年的发表所谓的 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 严重损害双方互信 与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势头背道而驰 中方在南沙进行的岛礁建设 除了满足必要的国土防卫需求之外 更多的是为民事需求服务 以更好的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 美方的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双方互信 与两国元首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和新型军事关系的重要共识 废道而驰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球军情纵览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周的军情 大家看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乐虎功能饮料冠名播出的东南军情 我是李明 接下来马上进入军情大家看环节 首先欢迎军事专家陈虎来到演播室 张老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 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轰炸机团 日前开展了一次高强度跨昼夜飞行演练 在演练中 该团的轰6轰炸机编队以超低空的飞行方式 到达攻击阵位 随后编队战机快速的跃升 对海上的目标展开了饱和攻击 据了解 轰6轰炸机仿制自前苏联 50年代研发的图16轰炸机 而这个饱和攻击战术 也是前苏联为了对付美国的航母发明的问题就来了 网友路人已问了 用半个世纪之前诞生的老飞机 然后再使用半个世纪之前诞生的老战术 还有用吗 最新型的轰6K 你如果非说它是老飞机的话 也可以算是吧 那么饱和战术 你要说它老战术也没问题 但是这里头你不能忽略它的新的因素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作战 它的战场支持系统是新的 目标的获取 导航通信 这样的一些系统 应该说是全新的 另外呢 机载的武器很可能也是全新 设想一下在信息化战场上 对作战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 大系统 那么对这个攻击来说 武器可能更重要 如果这个空对舰的导弹的射程 超过了对方舰载机的防空掩护半径的话 那么这个飞机平台要求没有多高 所以不光要看到它的老 还要看到它的新 在新条件下 老战术老装备可以有新用法 可以发挥出新作用 其实不管是老装备也好 还是老战术也好 管用就可以 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网友问 就是和大飞周章的这个超低空图防相比 就是我们如果是要用 就好比如说东方21D 东方26来打水面的这个目标的话 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更快一些一些 那这两种方式的话 哪一种效果更好 如果要从效果 从威力来讲 肯定是弹道导弹打大型水面目标 这个的效果要好得多 但是你要考虑到 你不可能有了这个办法 就放弃以前传统的办法 因为弹道导弹打航母 对大系统的依赖要高得多 而且它不是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使用 这里头包括政治环境 战场环境等等一系列的因素 换句话来说 有了坦克大炮 枪也少不了 其实这个还是要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不能说只有单一的一种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来看下一个问题 最近台军的云豹雾兵战车 闹出了一起匪夷所思的交通事故 一辆隶属于台军军备局 和中山科学研究院的云豹战车 在测试的时候 因为操作不慎 撞到树上了 结果树没事 云豹的这个30毫米口径的 机炮炮管被撞弯了 那么据了解 这款被撞弯了的机关炮 是台军刚刚花了天价 从美国采购的 目前台军已经下达了封口令 不让媒体来声张 网友陆漫漫提问了 台军花大价钱买的美制机关炮 这么容易就撞弯了 是质量有问题吗 这个东西应该说无图无真相 只有通过现实的图片 你才能分析出来 它是一个正常的被撞弯了 还是因为火炮的质量不过关 造成撞弯了这种现象 但是从台湾军方的表现来看 看来其中是有内幕 有毛腻的 否则的话不至于下封口令 实际上云豹从一开始服役以来 一直毛病不断 包括它的动力系统 包括它的装甲 备受失败 所以这次再加上炮管装弯事件的话 估计整个云豹后续型号的研发和投厂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好嘞 我们来看下一个 近日有网友发布了一次国产航母舰手滑越甲板分段的照片 照片当中这块滑越分段刷着红色的防锈漆 呈现出了明显的上翘 大家知道滑越甲板是近载机在航母上顺利起飞的一个关键的部件 这块甲板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的上翘角度 这个网友谚语评声问了 我们国产航母的滑越甲板 它的上翘角度是多大 这问题问得非常专业 其实现在我们的国产航母还没有服役 所以现在来判定它的华越跑道的上翘角度是多少度 恐怕维持上早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 比如说辽宁舰它的华越跑道的上翘角度14度 那么俄罗斯的库斯涅子度稍小一点12度 那么比较新的英国的伊丽莎白14度 印度的超日王也是14度 理论上来说上翘角度大一些 肯定有利于飞机在更短的距离上滑越起飞 但是这个肯定是要有一个限制的 因为跑道上翘的越厉害的话 那么对飞机的动力要求越高 也就是说你要爬坡还要加速 你没有足够的动力的话 你爬坡加不了速 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 比如说对你的起罗辖强度的要求 因为你通过华越跑道上去的时候 相当于是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这个时候你的行为加强度要有要求 但是从趋势上来看 现在这个华越跑道的上翘角度正在逐渐地加大 好来看下一个 中航工业最近发布了完成总装的 AG-600蛟龙水上飞机的照片 并且自豪地宣布 蛟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陆两用飞机 此言一出 俄罗斯军事专家瓦西里卡申 表示有不同意见了 表示不服了 他说蛟龙并不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飞机 最大的应该是俄罗斯的A40信天翁水上飞机 这个网友允洛星辰提问了 就是这个俄罗斯军事专家对蛟龙能否称得上是世界之最 有疑问 你怎么看 准确的说 蛟龙应该说是世界在沿的最大的水陆两用飞机 那么如果从实际的起飞重量来看 A40确实是要比蛟龙要重 我们看到A40的最大起飞重量应该是86吨 那么蛟龙按照现在公布的数字 最大的起飞重量大约是53.5吨 显然A40要更大一点 但是俄罗斯说这个A40也并不是世界最大的 如果要说世界最大的话 恐怕要是美国当年的H4 那么这个是二战结束后 休斯公司研发的一个大型的水上运输机 它的起飞重量可以到180吨 但是仅仅完成了第一次起飞之后 因为当时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了 这个项目就此就终止了 但是毕竟曾经飞起来 好 非常感谢陈伍老师精彩的解答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揭秘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乐虎功能饮料冠名播出的东南军情 我是李明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周的军情大介密 近期美国在欧洲的动作是频频 5月12号 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导系统正式启用了 13号 美国设在波兰的反导基地正式破土动工 预计将在2018年投入使用 美国国防部表示 部署在欧洲的反导系统完全是安全防御系统 从来都不是用来针对俄罗斯的 这话听起来怎么死地乌银三百两的意味这么重呢 所以俄罗斯并不买账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美国部署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反导系统 并不是防御系统 而是美国战略和潜力的一部分 这将会给俄罗斯造成危险 那么美国在欧洲的反导系统到底是什么 美国的举动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俄罗斯又会做出哪些反应 关于这些问题 我们邀请到了局势专家杜文龙和宋忠平 来为您详细解读 接下来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5月12号 在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声中 位于罗马尼亚德维赛卢空军基地的 美军反导系统正式启用 罗马尼亚外长科莫内斯库 委员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和美国副国务卿沃克 出席了当天启动仪式 这意味着美国欧洲分阶段 自适应路线的第二阶段 已经顺利完成 根据奥巴马政府2009年做出实施 欧洲分阶段自适应路线的决定 美国计划在2011至2020这十年间 分四个阶段 完成欧洲反导系统的部署 第一阶段是部署ANTPY-2 预警雷达和具备导弹防御能力的 宙斯盾驱逐舰 第二阶段是在罗马尼亚 建造一个暗基宙斯盾拦截系统 和部署新型标准3EB导弹 第三阶段是在波兰 建造第二座暗基宙斯盾反导阵地 同时将标准3A导弹投入使用 第四阶段是部署更先进的 标准3RB导弹 但这一阶段的内容在2013年被美军放弃 目前欧洲分阶段自适应路线的 第一第二阶段已经陆续完成 第三阶段也将在2018年完工 随着美国在欧洲的 反导体系搭建即将封定 俄罗斯的危机感也在不断加深 虽然美方一直强调 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 是为保护北约盟友 免遭伊朗导弹的威胁 不是针对俄罗斯 但美国拒绝对此做出相应的法律保证 去年7月 随着伊朗与美 俄 英 法等六国 就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 所谓伊朗导弹威胁的理由 已经不复存在 然而美国国务院却表示 协议不能取代建立反导系统的必要性 因此俄罗斯更加坚定地认为 自己才是美国反导系统的真实目标 第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杜老师 美国要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反导系统 俄罗斯是强烈反对 但是美国没管 还是把这事给做 为什么 还是要推进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主要目标是削弱俄罗斯的导弹打击能力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进行一个简单对比 比如说你有100个核弹头 我有100个核弹头 我如果能拦截到你50个 那么等于我无形中增加了50名 所以这种推进对俄罗斯来讲 对它的弹道导弹打击能力 特别是对美国本土的威胁能力 是一种严重的削弱 但是说美国在这个事情上讲的很有意思 说我这个导弹不是针对俄罗斯 那针对的都是伊朗的导弹 但是你从整个三块盾牌的基本配置位置来看 最大限度的靠近了俄罗斯 你想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导弹防御系统 那么距俄罗斯边境只有1000公里 那么西班牙罗塔的基地距俄罗斯边境只有2900公里 而且形成三点配置两线部署 这样对于防范伊朗的所谓弹道导弹 几乎不产生任何作用 所以对俄罗斯的导弹构成重大威胁 另外从含金量上看 伊朗到现在包括流星123 再加上一时系列导弹 还没有一枚能够打到美国本土 这样从防范的价值来看 俄罗斯的含金量显然要高得多 橙色也要好得多 所以从美国的基本说法和做法来看 无疑是一个所谓欧洲版的真实的谎言 资料显示 美国在东欧部署的反导系统 由一座陆基宙斯顿雷达站 和三座八弹元MK41垂直发射系统组成 其中 罗马尼亚的反导系统 使用的是标准31B型导弹 这种导弹的最大拦截高度 超过250公里 能够对中远程弹道导弹进行拦截 在波兰的反导系统使用的反导拦截弹 则将是更强大的标准32A型导弹 这种导弹是美日两国 在标准三导弹基础上开发的最新改进型 导弹直径从标准三的343毫米 扩大到533毫米 增加了燃料携带量和耀心扎烧面积 使导弹飞行速度大幅提高 达到4.5公里每秒 拦截高度则达到5000千米 这一高度可以对大部分洲际弹道导弹 甚至卫星实现拦截 另外标准三导弹 还采用了先进的大气层外杀伤器 能够以直接撞击的方式摧毁目标 其撞击力度相当于10吨的卡车 以96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实施地撞击 洲际导弹一旦被击中 将瞬间化为碎片 有俄罗斯专家认为 标准32A可以拦截从俄罗斯西部 向北美发射的洲际导弹 例如俄罗斯现役的白羊M 和亚尔斯洲际导弹等 不过美国为此付出的成本 也将十分高昂 根据美军2013年的采购合同 一枚标准31B的价格 高达1400万美元 而更先进的标准32A的价格 可能会超过2000万美元 宋老师 宙斯顿系统原本是 美国军舰上使用的作战系统 所以我们叫宙斯顿舰 有反导农力的系统 美国有萨德 在早之前有爱国者 为什么要把船上用的一套系统 搬到陆地上来使用 宙斯顿系统就是宙斯顿战舰上面的一套雷达体系 那么这套体系的话 由于是要放在一个比较小的军舰上 所以它的系统集成度是非常的高 比起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萨德系统爱国者导弹体系来看的话 它应该更加完备一些 所以把这种导弹部署在多欧地区 恰恰是有其自身的目的 包括你像标准三型导弹 在宙斯顿系统的控制之下 不仅仅进行过中段导弹的拦截实验 也进行过反卫星的实验 所以这种导弹 它的整体的作战效率还是比较强 至少比起美国的国家导弹 防御系统里面的中段拦截体系 它的成功概率要大 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顾问 战略火箭军前参谋长维克托叶辛日前表示 俄罗斯在遭到侵略时 将对美国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任何设备进行反击 无论这些设备部署在什么位置 这意味着部署美国反导系统的欧洲国家 在战时也将毫不例外地成为俄军的打击目标 据了解 美国在东欧部署的两套反导系统 分别位于罗马尼亚南部的德维赛卢空军基地 和波兰北部的轮迹科卧基地 其中部署在罗马尼亚的基地占地1.75平方千米 基础造价超过1.4亿美元 在波兰的反导基地面积还没有公布 但是从其高达1.7亿美元的预算就不难看出 基地面积也不会小 对于在本国部署美国的反导系统 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部分民众是反对意见 在5月13号 波兰轮迹科卧陆基宙斯顿系统的开工仪式举行前 当地部分民众及抗议人士举行了示威活动 认为此举将对当地自然环境 民众就业以及人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而根据早前的民调损失 有超过半数的波兰人反对在本国领土 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 移民抗议者表示 建反导基地意味着加强军事化 这将给世界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另一位抗议者则说 与其花费10亿美元来建反导基地 以扩大军事化规模 不如用来解决目前日趋严重的全球气候问题 那为什么美国会选择在罗马尼亚和波兰 这两个国家部署盘导系统呢 这两个国家部署陆基洲次的系统 主要是从拦截方向和能力去判断 因为这两个国家它距离俄罗斯的边界非常近 而且这个近是有学问的近 就不能俄罗斯的各种武器装备一打 就把它的系统全部摧毁 所以它在确保生存的能力下 最大限度地靠近俄罗斯的边境 如果在边境地区发射各种导弹 对美国本土进行攻击 或者是攻击欧洲 至少两个基地可以进行两次拦截 再加上现在的标准导弹 是一种中段拦截武器 这样拦截概率高 拦截时间长 拦截次数多 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威胁比较大 现在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 是不是对俄罗斯现在的战略核力量 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确实能构成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 你像俄罗斯现在拥有的弹道导弹 主要是两类 一类是洲际弹道导弹 无论早期的SS-18SS-19 包括SS-25也就是白洋 还有俄罗斯时期的白洋M 雅尔斯边界 以及现在正在做的萨尔玛特 等等这些导弹 它都是洲际弹道导弹 那么如果这些弹道导弹 对欧洲某些地带进行攻击 或者说对驻欧的美军基地 进行攻击的话 肯定会遭致其他国家 半导体系的拦截 那么如果你要是 对这些导弹拦截的话 只是采用末端拦截体系 比如用爱国者 用萨德系统来拦截的话 它的拦截效率是大大的有限 如果在俄罗斯的家门口 比如东欧的波兰部署这样的导弹 它可以在中段对它进行拦截 所以拦截效率将会大大的提升 当然会对俄罗斯三文一体 战略核力量带来极大的威胁 杜老师 那美国在罗马尼亚和波兰 部署了反导系统 会让这两个国家更安全 还是更不安全 对于这两个国家 应该是更加危险 因为俄罗斯的打击能力 包括地缘优势非常明显 你现在能够数出的各种武器装备 基本上数不胜数 无论是空中海上 再加上俄罗斯本来强悍的 弹道弹打击能力 不要说远程 就说伊斯坦德尔 如果放在非地体区 对两个国家构成的威胁也比较大 而且一旦有各种作战行动 我想这两个国家 部署宙斯盾系统的位置 一定是主要打击目标 你从这点上看 宙斯盾系统并没有给两个国家带来安全 而是带来更大的隐患 而且现在成了俄罗斯的眼中钉肉中刺 如果有风吹草动 那么首先遭到打击的 一定是这两块盾牌 到时候这两块盾牌 还有可能不像现在美国人想象的 这样密不透风 一定会风雨飘摇 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包括它侦察预警体系 是一个点目标 但是它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启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举动 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应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马第一时间回应 鉴于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了反导系统 莫斯科有权采取相应的军事技术措施 分析认为 俄罗斯可能采取的军事技术措施 就是研发当中的萨尔马特洲际导弹 萨尔马特是俄罗斯新一代液体洲际导弹 起飞重量高达105吨 仅次于冷战当中诞生的SS-18发弹导弹 是美国民兵三洲际导弹的三倍 俄罗斯方面声称 萨尔马特导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武器系统 它能够依次向一万公里外 投掷15颗分导式弹头 这些弹头具备很强的机动性 足以动穿美国的任何一款反导系统 按计划 萨尔马特导弹2018年开始担负战备值班 将最先部署到俄罗斯沃伦堡州的 东巴罗夫斯基地区 在这里 俄罗斯可以从任何方向 对欧洲和美国本土实施打击 此外 俄上院国防安全委员会主席奥兹罗夫 还向俄清社表示 为应对在东欧部署的反导系统 俄罗斯不排除退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可能 他说到 部署反导系统具有不可逆转机 会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真正威胁 因此 俄罗斯有可能采取这一极端措施 外界认为 如果美国的反导布局 逼迫俄罗斯推出核财军条约 不仅会让奥巴马无核世界的倡议 化为一纸空谈 还有可能掀起新一轮的核军被禁赞 宋老师 您刚才提到俄罗斯有一系列的锚 其中萨尔马特应该是最长的一把 这号称是世界上最重的洲际导弹 能够最多携带15个分导式的核弹头 那么俄罗斯的这把锚 和美国在东欧部的这块宙斯顿 到底这个关系怎么样 您的分析 实际上我们应该这么样来理解 美国确实在欧洲 包括在亚太部署了两套全球反导体系 这种反导体系应该已经做到了远中近 高中低三种层次进行反导网的建设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 你反导网建设的再好 也很难挡住对方尖锐的锚的刺破 为什么呢 因为从科技发展来看的话 你的锚的建设成本要远远低于顿的建设成本 美国你看花了这么多的资金 打造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包括标准三属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但是这些防御体系面对包括朝鲜伊朗的弹道导弹 或许可以对它进行拦截 但是面对俄罗斯包括中国的弹道导弹 它未必能拦得住 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灵活的战术 采取饱和攻击的方式 让它防不胜防 美国做过宙斯顿的防饱和攻击的试验 也最多拦几枚导弹 如果十几枚几十枚导弹同时打的话 你怎么去拦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无论是伊朗还是朝鲜的弹道导弹 它是纯惯性之道 纯惯性之道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条抛物线 打过去的话 它的轨迹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你可以对它进行拦截 但是中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包括俄罗斯现在发展的萨尔马特导弹也好 它本身采用的是多弹头 多弹头的话就增加了我的命中的可靠率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我每个弹头可以进行机动电队 如果你对我进行预定路径的拦截 但我可以逃得远远的 而且我可以对你进行很好的攻击 包括萨尔马特 实际上它并非是最先进的导弹 但是它确实在俄罗斯体制范围内 算是最重的导弹 如果重的话我能干两件事 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我弹头的数量可以增加到15个 这个是其他的白羊跟白羊M所做不到的 杜老师您觉得呢 萨尔马特导弹目前是一个逆行的身影 以前导弹是固体 现在它是液体 那么为什么用庞大的身躯 来装载更加大的载荷 对目标进行攻击 它追求的是一种高毁伤 是一种极度毁伤 萨尔马特这个称呼就很有意思 这是俄罗斯南部草原的一个古老的部落 这个部落有个特殊的习俗 女人如果嫁人 必须猎杀敌人不足的几颗头颅 才能够取得婚配资格 所以用这种名字来命名这种末日导弹 说明俄罗斯目前不光是面孔异常严峻 打击能力也非常强悍 再加上这种导弹实现了一弹两行 为美国准备了一个远程的 为欧洲准备了一个进程的 所以通过这种核恐怖平衡 那么对欧洲地区对面国温土构成的威胁都非常大 宋老师 美俄之间这种毛和顿的较量越来越升级 那么未来爆发冲突乃至核冲突的可能性 会不会大大增加 我觉得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现在确实美俄之间的合博弈 恰恰朝这个方向来走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全球打造的环岛体系 无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欧洲地区 包括在东欧地区所部署的环岛体系 实际上它最终保卫的是美国自身的核心利益 所以美国的盟国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 它应该清楚 跟俄罗斯爆发军事冲突的话 它应该是炮灰 它也不可能会被保护 当然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也知道要打造自身的反导体系网很难 这方面很难跟美国构成一种战略上的平衡 所以它就要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新毛 另外呢 要把这个毛磨得更加的尖锐 让它的突防能力更强 包括俄罗斯也在打造一小时 打遍全球工具里边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那么它也能够刺破美国的反导体系 所以一旦这种所谓的战略平衡 因为你有我也有 你的盾又拦不住我的毛 那么这种战略平衡就建立起来 美国也就不能对俄罗斯再轻举妄动 俄罗斯通过这种方式 包括发展无论是巴尔古京的铁路机动的导弹 还是发展萨尔马特全球最重的导弹 都是为了谋求全球的平衡 而不希望让冷战变成热尘 美俄双方除了在战略层面不断的较量 在常规力量上的掰手腕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近期美国不仅在部署反导系统上动作频频 还在加强北约陆军力量方面是煞费苦心 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今年3月美国军方表示 为应对咄咄逼人的俄罗斯 美国将加强在东欧的军事部署 从明年开始 美军将在东欧部署三个满原配置的战斗旅部队 每个旅战斗队的人员都在4200人左右 三个旅加起来超过1.2万人 今年4月美国计划在2017年 把用于欧洲的防卫开始翻两番 同时白宫发言人乔西欧内斯特表示 美国坚决要求北约盟友履行自己的义务 将本国军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 作为对美方的响应 5月15号 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宣布 德国国防军将在未来7年内 增加7000名作战人员和4400名文职人员 这是德国自冷战结束后首次宣布扩军 冯德莱恩还说 四分之一世界的军力减缩结束 现在到了再度扩军的时候 杜老师 德国在冷战结束之后首次宣布扩军 这是正常的吗 这个扩军有可能性应美国的要求 因为现在德国人感觉到自己的兵力不够用 特别是面临的非传统威胁和传统威胁都在与人制增 另外美国也强烈谴责所有的在欧洲的王国 无论是你的兵力规模 再加上你的军费战机匹的比重严重不足 一般占2%才及格 但是这些国家往往头后腿 在很多方面不给力 这样美国感觉到用自己的装备 用自己的兵力 用自己的美元去保护欧洲 这绝不得不偿失 虽然现在欧洲已经学会了 用美国第51个州的这种身份进行思考 但是美国人依然感觉到 这些出工不出力的王国 对于美国来讲没有任何效应 再加上美国的经济形势和军费投入 不再像以往那样 它自己也是个金砖国家 但绝不是个金山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它要求各个国家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而且要为这个责任付出代价 要扩军 要增加军费数量 要更新武器装备 今后在欧洲地区才有可能 跟美国一道 对俄罗斯进行各种封堵和遏制 面对北约的步步紧逼 俄罗斯也不甘示弱 频繁地使出应对措施 来看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5月12号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 绍伊古宣布 俄罗斯陆军今年将新建三支 师级作战部队 部署在面向欧洲的俄西部地区 这将是俄军今年军事工作的重中之重 此外 俄战略火箭军将由五个导弹团 进入战斗之勤 绍伊古强调 我们不仅需要组建新部队 而且要为他们建设配套设施 包括修建相关的训练场 武器存放点和全体人员居住地 据了解 俄罗斯将要组建的三个部队 包括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师 每个师的规模都将超过一万人 总共拥有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 而就在之前 俄罗斯就已重新组建了著名的 第一坦克禁卫军 新组建的坦克军将装备包括 阿玛塔塞内的五百辆新型坦克 将被打造成俄罗斯 面向西方的千刀部队 有文器指出 俄罗斯频频组建新部队 是为了补卿俄军在陆地上的短打 美国北约俄罗斯动作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频繁 这是不是意味着新的冷战已经开始了 我们可以认为新冷战已经开始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认为 现在应该是冷战的一种状态 那么什么叫冷战 在冷战期间有几个特征的标称值 一方面就是双方进行核武器的PK 核武器的军队竞赛 事实上美国跟俄罗斯 现在确实在进行核武器的军队竞赛 另外一个冷战的标志 就是双方的国防预算 在GDP里面的占比都很高 美国跟俄罗斯 现在都已经达到了4.0%以上 俄罗斯它每年的国防预算 只有五六百亿美元 但是它已经占到 国民生产总值的4% 对于它来讲的话 已经是坐金箭走了 美国可能稍微好一些 但是它说的 它最大的占比也达到了4% 这本身就是冷战的苗头开始出现了 现在新冷战的局面已经在开始了 那么地区的局势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后续有可能会更加严重 因为现在削弱俄罗斯 封堵俄罗斯 遏着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目标 那么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 有很多措施会跟进 在部署弹道导弹防御桶之前 地面增兵 重型装备重新回到了欧洲 有人叫重返欧洲 以前在冷战期间 有大规模的重装部队在这个地区部署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 这些装备已经回到了美国温土 但是重新开服欧洲 说明新的冷战已经在地面上逐渐散开 另外在黑海波罗的海 经常没有美国军舰的身影 没有美国元素 但现在美国元素一天比一天多 而且一天比一天强 所以从现在看 无论是地面 海面 空中 三个维度的美国军事力量 正在向这个方向集体 所以限制俄罗斯 封堵俄罗斯是始终在令目标 如果俄罗斯继续保持强大 那么美国有理由在这继续保持愤怒 好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精彩的解读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东南军情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9点14分 继续锁定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